郑文灿离下台不到一个月 但为人走茶凉 因为咱平镇要花五亿盖 临时火车站而且不到 六年就要拆 对照新桃园市长张善政 宣称要对桃园公共工程好好查 三年前交通学者张胜雄 更点名桃园铁路地下画是前坑 五亿其实算小坑 整个桃园铁路地下画的大坑 那才够呛呢 图片说明 台铁平镇临时站花近五亿 想当年我看港片五亿探长雷洛转时 看到一位原本充满热情的小警察 后来变成大贪污警探总华探长 也觉得钱果然能把人改头换面 一个人终于变成他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原来并非不可能 结果 日前看到林火旺谈到他的回忆 1989年8月 我担任台大课外活动组主任 解言出其街头抗争此起彼落 我必须经常和校园中的学运领袖沟通 其中最重要的是台大学生会会常范云 及他最亲密占友郑文灿 尽管政治立场不同 但印象中范云和郑文灿算是理性 温和反对者 我经常借用西方自由主义理论 与他们谈论自由 民主争议 我知道想要用道理说服年轻人 难如登天 但我的想法是 用善意对待意见不同的人 正是自由心灵的核心精神 我绝不怀疑当年的范云和郑文灿 是理想主义者 但是他们现在在政治领域表现 却令人失望 又双引号 如果范云和郑文灿当年就能穿越时空 看到现在的他们 难道还会肯定自己 我想 当然会 就像落选的台北市议员梁文杰说证 文灿为民主运动 从台大奠基 转系社会系是所谓的学霸 哇靠 都毕业几十年了 还要拿当年考上台大奠基的丰功伟业 来替论文抄袭硕士撤销洗地 可见 考上台大奠基在梁文杰脑中 是多么伟大的事 但念台大社会难道是屈究 台大社会有这样被撤销学位的超人吗 当年台大法学院长说我们没把马英九交好 台大社会系教授有没有交好郑文灿呢 话说回来 这个平镇的临时车站 就好比郑文灿的台大国发 所硕士一样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郑文灿是在2011年拿到 台大国发所硕士在职专班硕士 撤销是2022年 拥有硕士学位共11年 五亿盖的平镇车站寿命 有硕士四年的 也有六年的 郑文灿真是越玩越大了 台铁平镇车站路段地下化工程上 月初刚动工 土铁道局提供 此外 根据民进党的落选高升定律 郑文灿不愁眉工作 蔡英文总统核定的事业救济最优后 目前名嘴胡忠信表示郑文灿 将接行政院长 黄伟汉则说郑文灿论文被撤销之后 看起来唯一的位置就只剩下总统府秘书长 我现在的唯一疑问是 韩国瑜说要查陈局高雄 柯文哲说要查好龙兵 全部扑街 张善政真能把台大学霸证文灿查报吗 Blackjack2022年12月13日 陶铁地下化拼119年通车 耗资近5亿平镇临时站要拆除寿命仅4年 attoday生活新闻attoday新闻云 平镇临时站耗资4.97亿元 115年5月启用 未来119年7月永久站启用后 因为未来与公路有冲突 因此耗资近5亿元的平镇临时站将会拆除 寿命仅4年 湖中信报 郑文灿将